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主席請一下潘主委 有請潘主委 第二位好 潘主委您好 我看這一段期間 有兩位先生的發言 對於勞工的權力 衝擊非常大 第一位是在 慘花會的時候 我們立起科技的 邵中和邵董事長 他是站在武的立場 比較武的立場 就是說勞工你再炒下去 連15K都沒有 那這兩天另外一個 用文的立場 發表這樣的一個言論 是這個台塑集團的總裁 王文淵先生 他說警棄再壞下去 15K 是有可能的 那我們站在勞委會的主委 立場 我想針對這個一文一五的 發表這種15K的可能性 不曉得主委有什麼說法 如果按照剛才委員的 剛剛提到的這兩位都是企業組 對 企業組我們才認為就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台灣的產業 必須要向上提升發展的話 包含我們這產發費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建議的內容 就是如何讓台灣的產業 結構能夠轉型 像如果這個轉型就向上去走的 這樣一個轉型的過程上 其實我們需要的是更好的人力的資源 更好的人力資源裡面包含我們應該 給我們勞工更好的薪資水準 應該要給他更好的勞動條件的保障 應該要更多的 對這個方向是沒有錯 我想不管過去啊 不管是藍綠誰執政啊 勞委會 基本上還是被社會肯定說 他是站在勞工的立場 針對勞工的權利啊 做出一個基本的一個保障 這是大家對勞委會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基本的認同 這也是勞委會所有同仁長期所努力 那現在我現在擔心啊 會不會潘主委 在你擔任主委之後啊 變成一個分水嶺 就是說 以後我們的基本公司啊 不但沒有調整 而且也有可能像這一文一無的 兩大老闆所講的啊 用這樣的一個啊 像社會宣示說 有可能會退得到15K 當然 這個基本公司的調整 他還是要考慮基本生活的標準 以及啊這個物價指數 以及我們的這個基本公司審議委員會 也不是這兩位老闆所提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啊我們是擔憂勞工的權利 能不能獲得基本的保障 這一次 這個廠話會所做的結論呢 也是讓我們非常失望 你看一下 松綁外勞的基本薪資 加班工時適度的調整 第三 松綁工時定期契約 以資前解雇之規範 第四啊 南寧外勞永久居留 第五啊 留用外籍生 松綁薪資下限 第六 降低資方 對部分工時勞工的勞保負擔 這都是對勞工啊 不管是本勞 外勞都帶來衝擊 造成本勞的 這樣的一個權力受損 工時延長 以及 喪失他工作的機會 與外勞競爭的這種不利的狀況 然後外勞在台灣也可能受到剝削的 這樣的狀況 那我是深深的擔憂 勞委會 能不能再像過去 不管藍綠執政的時候 都能站在勞工的一個基本的尊嚴 跟權力的立場 我對這一點是對 主委啊 我深深的期盼啊 不要在你身上 變成一個勞工權力的分水嶺 那也枉會你過去啊 長久在勞工議題的 長久的一個耕耘跟努力啊 這樣我請教主委 現在就是說 我們對於啊 我們的這個 安全衛生的這樣一個 勞動環境的一個檢查 現在就是說 我們對於 勞工安全衛生檢查 我們現在我看到一個趨勢啊 就是檢查場次的次數 越來越少 但是啊 所查到違規的這樣的一個啊 場次對於勞工的 這種勞動安全衛生啊 違規的次數也越來越多 你看像這個在98年啊 跟一百年度的這樣的一個比較 一百年度的檢查的場次啊 比98年少了兩萬六千場次 但是 違法的項目啊 多了五千件 這顯示啊 我們勞工安全衛生的狀況 是越來越大 這個主委你是不是能說明 為什麼我們的 這種勞動 勞工的安全衛生檢查 這個次數越來越少 但是 違規越來越多 那你次數 越來越少 是因為 你的人力不足嗎 還是我們 對於這種勞工安全衛生 因為它 違規越來越多 所以有放寬這樣的一個 減少次數的問題 是不是請說明 好 包括委員 那剛才委員所提的是 應該是說 我們這個 最近這個 勞動條件的這部分 我們加強檢查 所以這部分我們比 去年增加百多次 加強檢查 但是 你檢查的這個場次的次數啊 這個 那場次 你98年的時候 你檢查的場次 有九萬九千三百二十七次 然後到一百年度 剩下七萬兩千五百八十場次 就少了兩萬六千多次 應該是說 勞動條件檢查了 這個場次增加 但是我們安全衛生 那部分稍微 降低一點 但是事實上 也沒有降低多少 我們這個 應用過種 那是逐年降低嗎 9899 一百年度相關的 委員長長 你回去查一下 你們資料 那現在多了五千多件 那這個部分啊 也顯示說 我們對勞工安全衛生啊 這個檢查 必須要更加的加強 你看 從一百年度 這個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違法的比例啊 他是高達百分之一百四十八的 平均每去檢查一次場次啊 他這家場 就違反1.48次 這樣的一個違規的次數啊 就表示我們對勞工安全衛生啊 他的工作環境及條件啊 這是勞委會 更要基本去督導的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勞工安全衛生法的第五條規定啊 就是說 這個 雇主啊 對於廠房設備 以及啊 相關危險物質啊 等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而且雇主對勞工 就業場所之通道 地板 階梯 或通風 採光 照明保溫 防止 休息避難 急救 醫療 及其他為保護 勞工健康 及安全設備 因妥為規劃 超過啊 花環處分 就是職工職場安全的一些基本規定啊 你看 違法的比例啊 高達百分之五十啊 那其他的這個全市民的違法項目啊 包括一些電器設備安全設施不良啊 墜落物體 妨礙這個安全等等啊 特殊危險機具的安全設備不足啊 以及啊 工作場所及通道啊 這個安全不良啊 勞工安全不良 這也是分別啊 佔據這個勞工安全傷害的 很重要的一些違規的項目 那不管這些違法的項目啊 包括電器設備啊 物體的墜落啊 物體的飛落 這個災害防止啊 特殊危險機具啊 以及工作場所 及通道等等的這些安全性啊 都是關心到勞工啊 在工作中安全的這樣的一個項目啊 我想這個我們勞委會啊 必須要拿出具體的政策啦 因為啊 這樣的一個啊 發生妨礙傷害 勞工的這種職場安全的這種 違規的案例啊 在勞委會的督導之下 查查之下 也發生這種案件比往年都來得多 我們先不管他檢查的場次多少 從98年跟100年度來比較 100年度就比98年度啊 高出了5000多件了 其實表示我們其實非常努力的在查查這些案件 對啊 我現在就是說 努力的查 也要拿出具體的策略啊 去保障勞工的一個基本的 勞動條件安全 所以說 在目前這個職場裡面啊 我們必須更具體的加強這種勞動的條件檢查 跟他的安全 這個勞委會 也應該要扮演更積極重要的角色 而我在這邊 也在善意的啊 告訴我們勞委會的主委 潘主委啊 嗯 過去藍綠不管誰執政啊 勞委會基本上都能站在勞工尊嚴跟權力的立場 現在還是一樣 對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說在 潘主委這個時候開始啊 會變成勞工權力的分水嶺 我們能夠期待 潘主委能夠跟過去一樣 都是站在勞工的尊嚴跟權力的立場